近日,在第25届上海国际服装文化节上,来自内蒙古艺术学院的大学生们,带来了将蒙古族特色与现代元素相结合的服装设计作品,向人们展示了蒙元文化的博大精深。 该系列服装设计作品,受到与会嘉宾的一致好评。 4月29日,记者见到了这些95后的设计师们,听他们讲述着作品创作背后的故事。 我这个作品呢,它灵感来自于这个巴尔虎的一个传统的图腾文化,是关于天鹅的一个传说。 然后就是巴尔虎人呢,把天鹅当作他们的始祖母,所以也是我们家乡那边的一个传统的传说,所以我就以此为灵感设计了这套衣服。 能带着自己的作品,带着有现代设计的蒙古跑去跟他们交流,学习,也让大家认识到了我们内蒙古文化的一个发展,觉得很自豪,很骄傲。 据介绍,这些参展作品也是内蒙古艺术学院2019届毕业生的毕业设计作品。 他们让蒙古族传统服饰牵手现代元素,让传统服饰变得时尚起来。 因为当时就觉得就是我们的民族是特别有特点并且特别美的一个东西,然后我希望对它就是进行一个,就是一个时尚,还有我们传统文化一个结合。 设计上是用了很多的一个就是面料创新,主要是用了一个是流苏,然后我就做了流苏的扩形和面杆,然后在制作工艺上也是用传统工艺,然后结合一些现代一些工艺手法,然后去做的一个创作。 据了解,蒙古族传统服饰以袍服为主,服饰面料多为绸缎、皮球等。 2014年,蒙古族服饰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如今,年轻的设计师们从蒙古族服饰发展演变的历史中提取独具特色的元素,对蒙古族传统服饰文化进行了现代化的演绎,为蒙古族服饰注入了新的活力。 把民族服饰时尚化的这个路上,我们一直在这个,怎么说呢,应该说是稳步的这个前行吧,在探索的同时,也在摸索着怎样更好地去完善这方面的这个教学也好,跟社会的这个结合等等这些方面,我们都在进行着一个探索式的这么一个教学模式。 那么在当时呢,我们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就是对我们这个蒙古族服饰的这种时尚化的这种设计呢,他们感到非常的这个,可以说是惊讶吧,通过这个,这次的这个展演呢,也确实是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经常说的这个,民族的就是世界的。